卫生间再小也能做三分离 传统卫生间本不大 只能洗澡 入侧 洗漱全都在一起 平时只能一个人使用 两口子经常因为卫生间后 不失 爱心大使二舅妈来当何事老来全家 一 先把卫生间全部清空 提前预埋马桶水箱 安装高压水箱和插座 再装壁挂式智能马桶 侧面瓷砖漆皮看 浴巾 换洗的衣服和沐浴用品放着里 上面做个收纳柜 二舅妈赠送的百万英镑全放下 关上柜门也整齐 记得上方预留点修口 台面还能放纸巾 香薰 顶上安装凉霸和排气扇 用玻璃隔断把马桶隔起来 门往右移 打开就是独立的马桶 和马桶区共用一个门 更好地解决小户型的空间问题 二 再用三连动推拉纹霸淋浴区隔出来 打开空间更开阔 地面下沉5公分 干湿分离才好用 提前预埋75的下水管 搭配长条形地楼 洗澡防滑的水 装上花洒就是淋浴区 水流大老公洗澡超舒服 关键空间不拥足 三 二舅妈家里搬来悬空洗漱台 就是洗漱区 底下卫生无死角 老公开开心心搞卫生 搭配简约智能镜 科技满满更时尚 四 墙面再挖一个洞 嵌入壁刊做收纳 下层提前预留插座 方便使用吹风机和体虚刀 上下两层放洗漱用品 安装玻璃门更整 老婆梳妆打满超方便 开门就是宽敞又通透的卫生间 关键家里天心成员了 临时小孩的洗澡台也不拥挤 真的是蝌蚪顶青蛙 绝对顶呱呱 最后看看整体效果吧